大朋友小朋友不管男女老幼 大家全都化身铁马骑士 在风和日丽的鲤鱼潭边准备整装出发 在活动起跑前先来跟欧雄组长一起团身要动 让现场充满活力跟朝气 哨声响起全员踩下踏板 大家悠闲的前进 这场铁马活动是为了要响应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而举办 交通部观光署在6月1号这一天串联了全台46条的自行车环岛路线 大力的推广低碳旅游 更希望能够带动花莲的观光 因应0403花莲的地震 我们决定把它移私到花莲来举办 透过这样的活动举办 要告诉全国民众 现在就是来花莲旅游 来花莲体验美景一个好的时机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前两天 书花公路的这个已经可以通大型的货车 跟大客车 所以油烂车可以立 这个要交通上不用再排队 也不用不会说大车没办法进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有对花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观光的方案 刺激的这个补助的方案 包括来自花莲住宿 从6月1号开始 花莲住宿平日可以补助1000元 假日可以补助500元 那么另外包括我们团客 每一团可以补助2万 地震重创的花莲观光交通部观光署 除了将活动主场移试到花莲 也寄出了大量的振兴补助 全力的推广花莲观光振兴灾后经济 并且透过自行车日的活动 让民众能够放慢心情跟脚步 发掘探索台湾之美 人间威士我们乔载花莲的采访报道